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是家餐 家餐通常都不切手拍 我直接放上來 你們有空慢慢聽 這是一個更新來的 繼續更新下去這個博弈 烏克蘭這壹事 緊張形勢是升級的 本來似乎鬆了手 但進去似乎跟馬克龍和馬克龍談完之後 最初普遍是有期望 馬克龍是否可以 可以搞得定拜登 或者 馬克龍能否團結 拿到歐盟的意見 令歐盟跟著拜登的想法 但明顯地 馬克龍 擺姿態很高 結果看起來依然是 變成拜登的 跟班 原因當然也很直接 萬一俄羅斯 如果真的打烏克蘭 而繼續向西 擴張 或者影響力繼續輻射出去 那你不靠美國保護 單憑歐盟現在的軍隊 你就浪費了 北約裏 其實最主要成份仍然是美國 而且今天的北約 依賴美國的成份 比以往更重 這個當然也是因為 美國 美軍這十年八載的進境 神速到一個地步 當第一次海灣戰爭 即是1991年 第一次打薩塔姆 聯軍來說還是有作用 歐盟的軍隊 那時候沒有歐盟 德國 法國 英國提供的軍隊仍然很有用 仍然幫到手 到了第二次海灣戰爭兼阿富汗戰爭 而歐盟那邊已經開始發覺有點跟不上 然後再到2010年打後 一直打的反恐戰 歐盟發覺自己幾乎不用有什麼角色 跟美軍相差太遠 往往還要美軍來救 所以對於歐盟來計 既然有這麼強的大佬 我不如不要弄 而且我不弄 以當時的局勢 當時的局勢 當時的得法的局勢 他們的想法 我不刺激普京就可以了 所以勝我便非武裝 所有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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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醜人的 全部美國人做我 做好人 找好處好人 而且如果這樣 不會刺激普京 普京也不會弄我 但當然他們看漏了一件事 普京無論如何都要取回烏克蘭 而且如果成功取得烏克蘭 是不是就會停呢 肯定不會的 只不過俄羅斯玩法一向是冰河 而不是火 德國人喜歡玩火的形式 一下燒到盡 快速 叮叮叮叮 俄國人是冰河式的推進 往往是會轉彎 曲折 但不聲不聲 就會向著不同位陸巷 這代人 完後下一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都會繼續下去 但明顯現在歐盟 尤其是這十多二十年 整堆草食藍 左膠 出來之後 現在已經沒有這種警覺性 對俄羅斯的這種手法一點都不熟悉 也沒有鬥志 但無論如何 我不扯得那麼遠 這壇事 現在 是否雙方真的可以打呢 其實有趣的是 美國不斷鬼殺暴吵 其實是有意思的 大家說很奇怪 為何美國不斷吵 然後又撤僑 又吵 又準備打 但又好像準備談 打與和之間 好像很猶豫 但其實你到一場看 普京也是很猶豫 普京這次是出乎 意料之外地猶豫 跟他以往 甚至最近 例如對哈薩克 很快手 甚至在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的衝突裏面 他很快就退 一見不對路 馬上退 不能玩 退 甚至上一次的烏克蘭衝突裏面 他也退 他想 搞不好搞不好 退一退 但這一次 他玩到 我覺得 正如我上次說 他玩大了 他自己有點失算 他本來想著 偷雞摸狗是可以成功的 結果這次失敗了 偷不到雞 也逼不了任何和約 或者逼不了任何的承諾 或者逼不了任何其他 其他的好處 就算你說 偽暴在伊朗或其他地方逼得到好處 似乎他未 似乎 現在如果這樣看 似乎他不太碰到他自己的石油大佬 又或者 亦有個可能 那些遊戲大佬 現在發覺 不如維持高價 即是維持緊張局勢 維持更加緊張 減少他 油價可以再高一點 遊戲價再高一點 是否可以賺多一點呢 那是不是順手輸出通脹呢 但我想他有個心急位 開始會出現 美國到底加不加息 換一個角度 就是如果美國加息的話 他就真是糟糕了 而且美國不是按照3月 0.25 或者0.5 也好 因為如果 現在擺放的資訊 現在娥佬是可以逃遲的 還可以評價 但如果現在2月5 、3月 那次意識前 第二一個特別會議 突然之間一口氣 不是加0.5 甚至加1厘 那些人全部逃遲就含家富貴 所以我想有多了一種逼切性 對於娥佬來計 但是他開始緊張 他亦開始發覺棋動不了 卡死在這裏 走又不是退又不是 拿到的交易 不是太足夠 但是你說真的一些交易都沒有嗎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交易 那就算了吧 索勝就打了他才說 似乎不是沒有機會 馬克龍這臭小子雖然沒什麼用 得法 甚至去到波蘭 他們表現出來好像還是有得談 不是不想談 但是 但是他要強硬又好像硬不下去 好了 如果他要硬下去和美國開拖 他就要多另一個考慮 美國鬼殺不吵的原因 就是要把俄羅斯所有的計劃都拿出來 說了給別人 這個說了給別人聽是一種騷擾 其實都是一種心理戰和資訊戰 這個 很久以前 David Attenberg 有一個動物節目 The Life of Mammals 專門說暴雨旅行 有一集說蟲子 南美洲森林裡面有些蟲子 其實不是一種 是十幾二十種不同的蟲子 住在同一個樹林裡面 但是大家相安無事 不搶地盤不搶食 大家吃東西住的地方 那個層落都不同 但是他們又會互相支援 好像聯合國一樣互相支援 有些蟲子就會住在樹頂 樹罐頂 那些負責看天空有沒有鷹撲過來 一有 它叫幾聲很短 很尖的 好像哨子的聲音 一叫就全部向下衝 因為鷹就很快 一來就苦衝 立即撞了你 但是 另外一些 那些住在樹罐中間或近低的那些 他們就負責看另一些東西 就是看豹子 有趣的是 如果一看到豹子就不是叫尖叫 他們叫的聲 低得來 但是很大聲 吵到拆樓 吵到拆天 然後 那隻豹如果露露了真身 豹子又不肯走 還在那邊 那些豹子又不肯走 那些豹子不是走 還要向下衝 繼續鬼散 越來越多豹子會衝過去 然後不斷扔東西下去 那豹子扔東西是不准的 人扔東西是准許多的 所有其他靈掌女就算是蜆蜂子那麼聰明 他們扔東西的勁度 不是沒有力 是因為他們的協調不好 扔東西是不准的 所以不是靠扔東西去嚇走豹子 而是豹子 豹子是一種潛行伏擊的動物 如果 你看不到他 他一撲就撲了你 然後你死了也不知道是甚麼事 但如果他一旦被行蹤敗路的話 對於豹子來說 不如我找其他地方再去潛行伏擊 就好過沒有受傷的危險 或者沒有任何其他危險 去跟一群拆樓的猴子吵 生物的選擇 其實有種生物理性在這裏 當然是射難取義 當然是找容易對付的人來撿 欺善怕惡都是這樣 現在美國的玩法有幾分似 我鬼散不吵 我也將你俄羅斯的計劃全部暴露 這個由卓惠斯英國那邊已經開始玩了情報戰 我上次也說過 他會會搞這些事情滲入 就讓人們撿 撿了之後 俄羅斯凡是否就是撿來撿來撿 假設俄羅斯其實有沒有侵入計劃 一定有 他可能有10套計劃 一個回合 他可能準備了10個不同的企業 現在在行五劃 第五號計劃本來是15至18號 看情形 就開始進攻 地面部隊就由坦克邊緣開路 先包圍機庫 然後同時向邊緣兜進去 但是 第五號計劃是有份計劃 現在可能是 在部署 但又被美國都說出來 雖然美國都未必全部中 但是 如果說到大體已經基本上都通了天 連烏克蘭人也有所準備 那五號計劃還動不動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美國撤走那150個 在蘿莉達的 國民警衛軍是調過去 本來住房地在蘿莉達 那些美軍調過去 烏克蘭那150個軍事顧問 以及做軍事教練去教當地人 撤走了 我連戰鬥人員也撤走 是不是美國也會拒絕 我想不是拒絕 又是心理智 第一當然不要有那麼多人質 如果真的打 當然最好不要有僑民 人質 即是外交人員 或者一些 雖然是軍事教練 但又不是正式武裝人員 那些 當然不要去 但是 另外一個訊息就是我已經訓練好了 甚至架生越比越多越比越多 你俄羅斯人 你說不是 不管那麼多就照樣打 如果普京是一個軍人出身 而且還要是舊式的俄羅斯軍人 舊式的 即是那些很粗獷的 滿面橫玉 一字眉 那些 那些或者會 因為俄羅斯有些將軍很粗 即是有些賤 即是打了才說 如果你看回二戰那些記錄也很好笑 俄國軍佬有時候真的很搞笑 做決定都是亂教你 不是每個都是 朱古夫 諾可索夫斯基 不是那些 而且諾可索夫斯基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很粗獷 什麼暴瓊尼那些 即是有些賤味 甚至佛羅希洛夫也有幾分賤味 即是史太林的親信 史太林當然是在矮子裡面選最高的 當然不會比他高的 但是 但普京不是 普京是情報佬出身 以一個情報佬出身來計 情報佬最重視是心理戰和情報戰 打不打也要計算 如果你說 我是情報之王出身的 我的情報全部都陷入了 他會想除了你美國的監視很厲害 之外 他還可能會問是否有二五 還有就是我到底有多少份計劃洩漏出去 如果我做任何動作都被美國猜到我的行動 我怎麼打 還有他那些人撤了一場 烏克蘭人是不是受了訓練 以及已經有了工具 先說 頭頭可能很順利 但接著打到肌庫之後 變成人民之海 天天和你玩漢戰 我不是糟糕 我不是真的撲你按摩 到時我真的PK 跌在街上 那怎麼辦 普京輸不起 一輸就玩完了 普京 這場 不要說輸 如果你說兩三個月內 如果真的打 兩三個月內他都收不到科的話 這個人玩完了 接著如果配合美國加息行動 sorry 不是減息 配合美國狂加息行動 一口氣炒掉 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 俄羅斯內亂也有份 接著 不打 消耗就不厲害 不打 燒銀子也不燒得那麼厲害 一打就一定燒了 因為你跟著武器要補充 你說可以拉動他的工業 只是拉動你的軍事工業 那你民生呢 歐洲會不會關閉邊境呢 你當然有權關閉你的 器官 但如果你關閉書器官 歐洲關閉環境的話 你的生活用品都沒有了 沒錯 俄羅斯 可以自給自足 但是製作食物 即是市民一般生活的 那些快餐廳式的食物 或者微波爐食品 那些不能足 即是你會令俄羅斯老百姓 不會餓死 但是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怨氣就出來了 已經忍忍了你很多年了 普京應該知道他輸不起 玩不起這個遊戲 還沒計算美國斷不斷你 Swift我們不知道 但是美國淨加息 加到狂已經可以 堆爆了你的石油期貨 一堆爆了石油期貨 你這些石油佬還能夠餓呢 到時誰會哀悲呢 分分鐘連沙地王子 你打算擾掠掠也沒有人用 伊朗就更加洗澡了 玩完 伊朗政府通貨膨脹 然後一下 打倒了尤家 他的黑石油都賣不出去 全球來通縮 而衰退 但是美國人又要我拼著這件事 你豈不是游死 普京是情報佬 他不會不考慮這些東西 所以他才這麼猶豫 之前 偷雞摸狗 玩克里米亞 烏冬 那些細範圍戰爭 那些是情報佬可以指揮的東西 而且他很明顯情報上有些優勢 也同時地是駁你 歐盟睡覺 美國人反應遲頓 歐盟睡覺 而在特朗普年代他已經很難偷雞摸狗了 特朗普不是傻人 還有特朗普雖然有想過聯俄 是融俄來對付中國 但是那個考慮裡面都有 那個考慮 橫感考慮 但他也要看現實 俄羅斯普京知道這傢伙騙不過 這傢伙都是大猶豫 大家都出來猶豫 一眼看到對方是什麼人 什麼頭什麼腦 不預計的人 你不可以亂來 所以俄羅斯人反而在特朗普年代反而不亂來 而且對於普京來說 反正特朗普和歐盟都吵到拆樓 他更開心 因為歐盟不是團結一節 對付他 你這傢伙自己吵到拆樓 他也不知多安心 他會慢慢消化著 鄧巴地區和Crimia 然後 再玩超限戰 即是玩認知作戰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拆樓 或者 可以籠略到這條澤連司機過來 但是現在不是對抗得那麼狠狠 他的情報優勢現在就沒有了 他就會想 到底去不去 他越猶豫 只要猶豫得越拖越慢 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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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但是 很明顯 美國也開始注意到中東那邊 因為大家的眼光響到俄羅斯這邊 但是其實 中東那邊一樣緊張 胡塞武裝天天都在襲擊 但是美國開始交付 將戰機丟給UAE 當然不是最漂亮的 不是F-35 F-22 但是已經夠照了 開始跟胡塞武裝開拖 實際上就是與其放鬆 制裁之前 不如先跟胡塞武裝 偏外軍團那些 那些全開拖 打了殘留他才說 打殘留他反而沒有 普京就會上台談 就不是你放鬆伊朗制裁他會容易上台談 他放鬆制裁他當然 OK 這個是善意 但這個善意如果普京 打了殘留他 我可以再扯多一點 再試得去盡 他現在可能就是試著這件事 我去盡 於是美國其實要打殘留一點 將他的男人再打殘留一點 突然打殘留 讓你沒有普京發覺 不可以 有不可以有好處 你說普京是不是真是醜 普京未必一定最醜 可能那些石油佬還醜 走去跟石油佬說 不可以再升級 最多保持這種壓力 讓你給多點時間賺錢 然後美國佬 開始加食 開始令到我們難頂之前 要退 你很快的琴瘡退 賺了這一段我們夠燒了 然後回歸船 找個明目去談 或者找伊朗笨也好 找其他地方笨也好 美國佬另外一種讓步姿態 關於阿根廷那邊 即是福克蘭群島中國 支持阿根廷要拿福克蘭的主權回來 其實這裡 當然 明面牌就很明顯 既跟台灣 實際上也跟新疆西藏 乃至香港也有關 但是這裡有個 中間有個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就是 原則是怎樣 其實中國現在最要推行的就是 如果在國際外交上 至少中國原則 中國式的帝國原則 即是絕對否定民族自決 不可以民族自決 你如果玩民族自決的話 新疆西藏 台灣 內蒙 那些怎樣 所以 藉著阿根廷這個位置開拖 當然是開英國拖 因為英國 有機會的部署 除了支援台灣之外 如果在香港再插腳下去 那又怎樣 所以中國會用這個 而且中國會抬高 那個做法就是 抬高 那個議題 去到一個整個國際原則的議題 而這個議題是不是真的 到處有人反抗 也未必的 你現在很多地方都深受這種 捆來西班牙那些 當然現在西班牙 要是左翼政府 就是另一件事 但如果你說右翼政府上台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位置跟大陸也有話 因為 西班牙如果是右翼政府的話 他絕對不會喜歡巴斯克分尼分子 加泰龍利亞分尼分子 絕對不喜歡那些人 所以你說歐洲是不是完全沒有 也未必沒有 但是這件事 很划算 划算是 其實他跟俄國 變成了原則衝突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想普京也沒有興趣再給 即是給習近平 又不給得了的 的原因 但是中國沒有可能去支持你 俄羅斯對 烏克蘭 對於烏冬 和對於 克里米亞的 因為 俄羅斯只是用民族自決 是用 在烏克蘭裏面的俄羅斯人 應該有俄羅斯人的聚居地 然後 最多俄羅斯人聚居地 就應該去投票分離 一分離獨立了 然後 他們說加入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採取了這種行動 如果中國認同他們這種行動 實際上就隨時被人搞 土耳其都可以搞你的 到時 俄羅斯搞不搞你就未必 俄羅斯沒有興趣搞你 因為如果搞你 至少在這一刻 美國的壓力那麼大 他不會搞你 但是如果你說 在另一種時空 會不會又會想想 怎樣辱你呢 所以對於中國 不可接受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其實是其中一個 中俄矛盾位 中俄所以不是鐵板一塊 而且這個大原則上 俄羅斯反而應用歐洲原則 國際這個認可的原則 透計摸狗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中國反而用 舊時帝國邏輯拿出來 這套邏輯到底人家受不受呢 俄羅斯也未必肯受 如果是這樣 你現在就要他 到手的位置全部吐出來 連渣拿都沒有 你最多本來東西分治 將烏克蘭一國為二 一劫烏冬親俄羅斯裔的多的 全部加進 加進俄羅斯 只剩下西邊那邊 你就親西方 這個可以是一個底牌 就是一條紅線 但是 中國不會接受這種紅線 他最好就是用帝國式擴張 這個是一個儒家文化圈 不單只是大清帝國的圈 還要是加上其他 以往的中國朝共體系的那個圈 所以他才說南海可以 全部拿走 全部拿走 將來就算不是叫帝國 我弄一個什麼同盟 都類似歐盟的物體 但是用帝國主義的邏輯去走 他們在謀 這件事 台灣只是第一步 但如果是這樣 跟俄羅斯人 其實是 這個底是有 不妥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定 無時無刻都一定 大家互相可以配合 這也是我想 俄羅斯人始終有些位是沒有辦法跟大陸都可以談 這個位會不會 會給其他 西方利用呢 Wilsey 那麼 大概一個update 就update 那麼多先 就 台海這一邊 會不會偷雞摸狗呢 我依然認為 除非普京 開到 開到好行 好順利 戰況膠著 而對普京不利的話 我想中國也未必偷雞摸狗 如果戰況膠著 而對普京 OK啦 即是在對峙 可能 就會有機會試試偷雞摸狗 但是以美國現在部署 在印太地區的力量來看 跟烏克蘭是不平衡的 實際上也是 同時撤走一部份軍隊 撤走一部份教練 但是另一邊就增多少兵下去 羅馬尼亞和摩爾多華 他的目標都是 一邊鎮住場 鎮住歐洲這邊 但是 實力仍然是擺在印太 即是空著中國 你不要亂來 這個目標仍然是 你普京可不可以談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按照正路來說 我猜習主席不會亂動 他也是那句 3月5日 現在2月 18日 沿東 3月5日 要開兩會 開兩會重要一點 打不打台灣 還沒有時候 偷雞摸不到 他下面那群馬 也是那群將軍 欠鎮住 要打不打台灣 下一步才說 最好就是 俄羅斯人 陷入泥沼 出不了我們 才慢慢跟他談 看看能否再偷 多點雞 最好就是 他幫我們 吃光的壓力 但到時 一個屈美 十到最後 跟美國人試好 都行 你也知道 大陸都會想 這類型的 而於是 普京會不會想 大陸會不會想 這些東西 都會的 你以為普京對大陸會相信嗎 會不會 結果自己 幫大陸分擔了整堆壓力 結果什麼都收不到 所以會不會 維持著高壓 但實際 讓那群油佬 多收幾個先 後面再慢慢說 這也有一定的可能 所以我會傾向暫時 他不會 隨便大打 尤其是美國 現在美國鬼殺五吵 放了部署 又不斷把他 打開口牌 把他的東西 打開口牌 這樣才好笑 即 你的情報都被人知道了 我想這個是 令到普京會更加猶疑 他就是在拼你猶疑 如果你說 他臨時修改計劃 讓你拼你 不知道 這樣動你 問題就是 俄羅斯式的軍隊 太笨重 十幾萬人在邊境 那麼多坦克 你這樣 你臨時改計劃的話 其實有時更混亂 可能你行一個被人知道錯的計劃 都比你 臨時修改計劃 但如果你明知是錯的計劃 而有機會陷入苦戰的話 那 值不值得呢 現在 西方不斷 就是跟普京說 你想清楚 你值不值呢 你真是來的 我準備好了 但是我準備好到一個程度 就是我已經知道你所有計劃 你行五號計劃也好 八號計劃也好 七號計劃也好 你玩哪一飯我都知道 而且我亦都因應你的計劃 我已經一早家餐給了 所以我去撤走 我不怕 我已經教練了 我都不在這裡 不要緊 他一樣可以跟你繼續 捏下去 他不需要用大坦克 你用了反坦克炮 堅托導彈 諸如此類 甚至會不會有些機器 如果 你無緣無故地走過來支援呢 你這些坦克這麼大的目標 兩下被人打殘 如果你的十多萬全軍覆沒 那就更精彩 俄羅斯就此瓦解 我想就是 給足這些空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空到這樣的樣子 可以很緊張 甚至可能邊境已經有小型衝突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落命令 立刻大打 我想他還在這裏刺死沙布 普京一直試 看看你有沒有弱點 你有弱點他就動你 沒有就算了 又要再等 再等機會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這個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以及subscribe 遲些再談 拜拜